哎呀 天杀的呀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连老天爷也不让我吃这一口饭啊 这些残勇才放在这里多久啊 怎么就出了这么多额子 哎呦 我生两个儿子有什么用啊 都不管我这老婆子 妈 你就别哭了 既然已经这样了 你说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呀 让街坊四林听见还以为我们怎么着呢 你说的轻松 整整少了十斤 我们损失了三十块钱了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 还不是你们两个不中用 两个年轻人还不如我一个老婆子厉害 一斤残茧都收不到啊 照这么下去 咱们一家人都要吃屎 哎呦 这事能怪我们吗 老牛走路那么慢 村上的那些人又都认识咱们 知道咱们的撑头有问题 都不愿意卖残茧给咱们 换做以前 咱们能收购不到残茧 赵远青的脸色也不好看 累死累活的忙活了那么长时间 到头来居然是这个结果 我当时就说 不要再赶称上面动手脚 你们偏偏不听 现在好了 没有人愿意卖残茧给咱们 才会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 咱们要是好好地做生意 好好地收购残茧 现在也像叶之秋那样 吃香的喝辣的 现在你知道怪我了 以前赚钱的时候 怎么不知道怪我们 赚到钱的是你 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一块肉也看不到 我拿钱还不是为了你们 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家里面大小的开销不要钱 买东西不要钱 家里面都有什么开销 你都买了什么东西 我活了二十来岁 就没有看到你舍得买一样东西 有钱也是花在你自己身上 不是花在我身上 哼 你这个不孝子 说的还是人话吗 从小到大我干什么不是向着你 你现在娶来了媳妇了 就这么对我说话 母子两人 大吵了钱 就跟吵的不停 叶之秋那边则是忙个不停 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吵吵闹闹的 见怪不怪的 那边经常这样 不用管他们 不就是因为你这边收购到残检 赚到了钱 那边收购不到残检 所以眼红嫉妒了 你那个婆婆真不是个东西 幸好分家出来了 不沿着椅子都不知道咋过 可不是谁家的婆婆 也不想陈玉芬那么苛刻啊 对自己的儿子儿媳 跟对待仇人一样 大家还是别说这些了 被隔壁听到了 可不是一件好事 看着叶之秋这么忙碌着 那边感觉自己的钞票都飞进叶之秋的口袋一般难受 又在一起商量 接下来怎么办 完了完了 彻底的完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 我才把这些残检放在家里几天时间了 怎么就清了时机 这样下去我们怎么办 如果大哥肯向着咱们的话 别说三十块钱了 三百块钱大哥也拿得出来 妈大哥毕竟是你的亲生儿子 赚的钱凭什么都让叶之秋霸占着 他也应该孝敬父母才是 对对对对对 对啊 他儿子的钱为什么要给叶之秋 他思来想去一番 又觉得吴美凤还是挺有想法的 美凤啊 你想想办法 怎样才能够让你大哥向着咱们 那个叶之秋也不知道跟你大哥说了什么 你大哥怎么就那么听他的话 你们要是想要过上好日子 就不要让你们大哥把钱给那个叶之秋 你大哥之前的意思就是 要田要地 咱们家的田地就这么多 分给他了 咱们这边就没有饭吃了 我觉得现在大哥应该是不想要咱们分田分地给他的 他之前说的那些话一定都是气话 要我说大哥要的是咱们的关心 咱们多关心关心他 有什么东西都送一点给他 他敢知道咱们的好了 自然而然的就向着咱们了 以前对赵远峰是苛刻了些 结婚的时候更是没有帮衬他什么 你大哥心里面应该是记恨着吧 现在知道自己做得过分 后悔了 当初我就说不能那么做 当初你不也默认了 现在在这里充好人 合着坏人都让我做了呗 再怎么说 你们也是亲生母子 大哥怎么会真的记恨你呢 多半是叶之秋窜多的 真的是这样 那赵远峰现在有钱 好像也不缺什么东西 咱们送东西给他 他能稀罕 我看还是各过各的吧 之前说给田地 现在人家顺着咱们的话 提了这个要求 咱们不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最后难看的 不还是我们自己 闭嘴 你懂什么 我儿子的钱 凭什么要给那个女人 就是不成 我就说他们不孝顺 也不能便宜了他们 是啊 时间久了 大哥的心就算是石头做的 也会被我们捂热了 我才不去讨好赵远峰 要讨好你们去讨好 行 你不去 我去 到时候你别说我这个女人 不守护导 瞧你这话说的 怎么就不守复道了 跟自己大哥说两句话 谁能说你什么 那个叶之秋实在不是什么好人 赵远峰要是能够跟他离婚 那是再好不过的 这话 正合了吴美峰的心了 这方面有自己的一套 当初 他接近赵远庆 让赵远庆娶她 用的也是这一套 既然妈都这么说了 我肯定会尽心尽力的 让大哥向着咱们 赵远峰长得好看 现在又有本事 吴美峰巴不得贴上去 更是想方设法 要去讨好赵远峰 早就想取代叶之秋的位置了 几天之后 陈玉芬摘了一些豆子 就想着给赵远峰送去 陈玉芬看到叶之秋不在家 就拿着豆子去给赵远峰 孩子啊 我这里有一些豆子 刚刚从菜地里面摘下来的 拿一点给你们吃 陈玉芬第一次 这么和颜悦色的 跟赵远峰说话 赵远峰抬头看陈玉芬一眼 并不说话 陈玉芬站在那里挺尴尬的 把手上的豆子放下来 然后就走了 叶之秋洗衣服回来 看到放在一边的豆子 叶之秋好奇地问 这么新鲜的豆子 谁送来的 隔壁送过来的 怎么处理啊 中午炒来送粥 话说咱们这个方法可行不可行 我看那个叶之秋占到了好处 心里面就不是滋味 那些豆子 都是我费了大心思种出来的 自己都舍不得吃上几口 都便宜叶之秋了 那你想怎么办 叶之秋跟赵远峰 是吃一口锅里面的饭的 给赵远峰送好吃的 叶之秋肯定是跟着一起吃的